我是班牙小薇一名迅龙者 之前有粉丝提到说 小薇啊你这么厉害 能不能去抓一只霸王龙 可是你们知道的 我这个人呢 有时候比较烂 就一直没有实施过 本来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可是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老远就看到班长 骑在一只可帅的龙背上了 班长你这是什么龙啊 霸王龙你都不认识 这么多年数全都堵到狗肚子里了 班长商量个事呗 你搅一台我就知道你要撂卷 我好不容易抓了 想要除非打死我 我是那种人吗 你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你们能不能靠一靠自己啊 你这是在鄙视我吗 你等着 分分钟抓一只给你看 哼 说得谁稀罕你抓的龙一样 就因为跟班长组了一口气啊 所以我带着装备 骑上柳柳就准备出发了 不抓回一只霸王龙 我绝对不会再回来的 不过呢 话虽然是这么说 霸王龙到底在哪里呢 先找个地方啊 停一下 歇会儿咱们再继续找 哎嘿嘿 怎么回事 我一落地就有两只鳄鱼 扑上来咬我啊 还把我裤子给咬坏了 真是出师未解 深陷死啊 我还没遇到霸王龙 钢铁裤子就先坏了 哎呀好气啊 我宰掉这条鳄鱼 我就不叫王小薇 这边看上去很危险的样子 啊 还是继续去找霸王龙吧 啊 我的鞋子 啊 我的手头 啊 我的头盔 胸甲 啊 我也太难了 霸王龙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一身装备全都变破烂了 就算找到了霸王龙 也打不过呀 哎呀 太阳也落山了 难道就要这么像乞丐一样 一无所获地回去吗 啊 那会被班长吵笑死的 怎么办呢 哎 那个长着两只大脚的是什么呀 看上去挺好看的 啊 班长好像也没有 抓不到霸王龙 抓一只这个回去啊 也不算什么猎物都没有嘛 对吧 只用了两剑 就轻轻松松把这个大脚鹿给射晕了 小乖乖 快到姐姐怀里来 这个食人鱼也太讨厌了吧 明明是个战武渣 还一直挑衅我 随随便便两砖子就死了 好了 先给我的大脚鹿起个名字 嗯 终于可以回去了 啊 我怎么死了 我为什么死了 如果我在这死了 那我的装备 我的道具 我的柳柳 和我的鹿 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哇 太难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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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